這裡是小狐狸的說 今天要來回答大家的留言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想要你快快樂樂的說 這樣很害羞的說 今年一歲的說 尾巴可以當作棉被 很溫暖的說 不會很邊緣的 試著告訴大家你的想法 一定可以找到有同樣想法的人 加油的說 小狐狸是非賣品的說 如果一件事情做了沒多大壞處 而不做 有可能會後悔的話 那就勇敢的去做吧 更何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沒有的說 兄弟 白色的說 小狐狸一天只要吃一個布丁 就很開心的說 太多的話吃不完的說 希望每個人都能獲得幸福 小狐狸的願望 就是希望你的願望能夠實現的說 你是第十二個的說 小狐狸沒有紅包的說 如果自己相貌普通 那就付出比相貌好看的人更多的努力 如果自己相貌好看 那就經常反省自己的實力 是否配得上別人的評價 平常要不斷提醒自己 公平地看待長相不同的人 很多時候 當我們的力量不足以改變世界時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被世界改變 我們知道 即使我們做了很多 也許最終還是會失敗 但我們依然會盡最大的努力 這就是一種真正的勇氣 認識到自己的脆弱 正是邁向成功的關鍵所在呢 那就要看你的努力了 小狐狸覺得你想說的是別的事情呢 之前有唱過耶誕歌曲的說 喜歡墓丁的說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吧 晚安